小伙伴们好呀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家餐厅是位于Surry Hills的Fire Door 是一间两颗帽子的餐厅 很厉害的是主厨Lenox在网飞的Chef's Table Barbecue系列里 有一整集介绍他和Fire Door的故事 拍摄水准非常高 有点舌尖上中国的意思 他们家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菜都是用火烹饪 厨房里没有煤气 也没有电 就是两个大火炉 可以讲非常有烟火气息了 菜单倒写很简单 140刀五道菜的set menu 然后可以单点当天的special 我们这一季第一道菜就是这道煎鱼 是我在荤菜里面最喜欢的一个了 嫩嫩的鱼肉带着烟熏的味道 配上甜甜的梨子一起吃很搭 第二道是这道南瓜 很爱 这个南瓜是一片片切好再叠出来的 口感很多层 特别香 上面还有烤过的韭菜 配了浓郁的奶油酱汁 非常好吃 煮菜前是他们家的柴火面包 熏黄油和熏的黑麦 主菜的第一道还是鱼 马椒鱼本身的味道其实我觉得中规中矩 但这个甜菜根是真的又脆又甜 接着是道班达拉猪肉 猪肉本身其实味道也还好 但配的烤苹果倒是真的没吃过 口感接近于萝卜的感觉 挺意外的 餐后甜品里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法式奶油 真的很柔软 和酥油千层高是绝配 最后是一个烤棉花糖收尾 总的来说 Firedoor味道确实不错 主厨明师的水准有在 而且他们家是少数把蔬菜和配菜都做得很好吃的店 值得推荐 好了 我是原文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